刚刚和乐伙两个人在这里吃饭 我们是从这里一个门出来的 易康月 那么我就想到 就是说这个小区出来的话 这里是宝山区 那这个小区到底是不是属于澎湖群村 还是说属于宝山的 还是说是属于新静安的 阿姑 哪个小区是属于保西 还是属于警御区 它这个小区挺奇怪的 就是看到 这个白的房子是属于宝山的 只有两台 然后那边红的房子是属于 现在叫新静安 新静安 然后这个封界怎么封的 你走到前面我给你说 它以这个高压线分界的 这个高压线 高压线的北面 有很多个高压线吗 北面的是属于宝山 然后那个南面的就属于叫 达北 现在叫新静安 那我问一下 就是同样是这一个小区里面的 它房价会有所不同吗 因为区域的不同 有所不同吗 有的 买房子的时候差100块一个平方 差100块一个平方 买网子的能够 比较有差高 根本就 你这个网子就 你更加局你对吧 对的 你这个就说去比你也不够了 你当初买的时候 平一百 现在肯定不止一百了 有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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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在静安区 一个在宝山区 上海这种小区也有啊 这个倒是挺奇怪的 挺烦的呀 它里面的管理很乱的 有两个居委会 还有一个物业 还有一个业委会 一位会还有这边的占比和这边的占比都不一样 罗美 其实照道理 它完全是两个区的小区 就直接拿起来就好了 这个东西要 要那个街道上面两个区来协调的呀 嗯 但是挺烦的 真的挺烦的 就是说这种类型的小区我还没碰到过 挺奇怪的 我也没碰到 就是里面的管理非常烦 因为两个区委会 每个人都想做老板的呀 对 他们谁都不想给妥协的呀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变成新静安了 对吧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那个高压线了 对吧 嗯 然后 比如说他们那个街道 他们现在叫妙杭镇的吧 这我们给他们的福利 这个小区怎么享受呀 因为这属于蓬埔 就属于蓬埔青春街道的呀 对 然后蓬埔青春街道 比如说波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绿化或者那个草坪 那里你说怎么享受 又是两个街道的呀 嗯 很烦很烦的 是的 我把他们两个居委会都不买账了 哈哈哈哈 那都麻烦 撒尼麻烦 撒尼的掌呀 对啊对啊对啊 通常这些居民不利的 很烦的 没有人统一的 你这个街道也搞不定 要街道以上的 才能搞定这两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嗯 那么能不能跟他鲁股 隔壮 这里要住张子 基本上就罗尾了呢 我是不是有种错觉 就是走到这个 静安之后 好像这个卫生方面 好像稍微好一点啊 前面我前面 我们站的宝山那边 好像卫生什么 没有静安这里好 不是这里要迎接国庆吗 但是你看你包括绿化什么的 对吧 包括这种房子的外墙外里面 好像都比那个宝山那个好一点 那是的 对吧 这个是一池二池 是它这个外墙统一的呀 嗯 那个三池的话是后面加出来的 嗯 那个白色的不好看 我就是房产商为了 在这块地多造房子嘛 嗯 要不然怎么可能是这样 这里干净是因为没有车呀 如果车停满了也不干净了 嗯 还有吗 那个叫什么静安区政府有钱吗 这里 这块什么地方呀 这块跑道跑弄了又弄又弄了 你要看完了 嗯 好的看一下 这块跑道好像扶了很多情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很多东西都让街道来出情 弄了 几宝可以扑着 抖着楼都扶着楼 就搞催门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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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